深圳和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正式开通直飞航线 当地水门仪式庆祝大陆首飞航班顺利抵达 航线全长一万四千多公里 是大陆最长的直飞国际航线 过去从大陆飞墨西哥转机至少需要三十到四十个小时 现在只需十六个小时 等于打开拉丁美洲大门 有助于促进双边观光 香港人阿伟是名艺术家 几个月前他来到之前 由旧电子厂活化改造的商场洽谈合作计划 光是大陆深圳 今年下半年就有超过二十个全新商场即将落成 抢吃观光大饼 硬是把香港逐渐边缘化 同一时间在香港旺角开设日本礼品店的Jackie 正在清空货架上的商品 Jackie开店十二年 眼看着香港的人潮慢慢减少 她只能忍痛关门 将重心转往电商平台 为了撑香港 大陆政府宣布 从五月二十七号开始 再开放山西太原 内蒙古哈尔滨 西藏拉萨 甘肃兰州 新疆乌鲁木齐等八个城市居民 可到香港澳门自由行 预计潜在旅客多达三千多万人次 期盼替香港观光注入活水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这段是新闻 的温暴汉 有适与 那并不能再去